很多人在学习Linux的时候 常常会搞不清楚Samba应该摆在什么地方 Samba对于所有的Linux用户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应用 尤其是对网管人员 你希望在公司里面表达Samba 对于Windows环境可以改善的一些措施 都要靠Samba这个软体 所以所有的同学都应该对Samba这个软体 有一个很深切的了解 或者是很熟练的一些应用 首先我们在这里先跟各位介绍 我们这一系列介绍了所有都是档案分享的协定 在档案分享协定的环境中 我们到底有哪些事情是必须要知道的 我们已经先学了FTP FTP这种连线的特性是什么 它可以很方便的让你建立伺服器 并且它是一种所谓的内外接宜的状况 为什么讲内外接宜呢 你可以在内网里面部署FTP伺服器 FTP伺服器的它的协定简单 然后呢它可以支援二进位传输资料 然后呢它可以在外网上提供服务 所以它是一个内外接宜 又可以兼顾安全的一种档案分享的方法 你希望对外面的客户或外面的群众 分享你们的公司或是组织的档案的时候 FTP可能是最主要的选择之一 当然你说网页伺服器也可以 那在这方面来说 如果以效率来讲的话 FTP会比HTTP来的好一些 因为它可以直接传二进位资料 那么如果纯旧档案的管理来说 FTP也允许外面的使用者 用使用账号密码登入 那登入之后有什么样的分享的行为 都已经包含在我们的课程中 所以呢FTP是一种可以适合跨平台 跨网路内外接宜的一种连线措施 那针对NFS来说我们要怎么解释呢 也就是说NFS使用的时机应该是什么 你怎么去判断什么时候该使用NFS 第一个你的区网里面 Unix系统多 所谓的Unix系统多 包含了Linux 包含了iMac 就是Mac的MacOS 10 或MacOS 那你或者是你有其他的Unix系统需要整合 像是我们之前所讲过的NFS加目录的挂载 以及LDAP或NIS用户验证的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都已经可以用NFS很完整的 或很完美的 几乎是无缝衔接的 看不出来有什么差异的这个方法 去进行多个Unix系统的档案系统整合 如果你有这种需求 这个时候NFS是你的首选 那在区域网络中 你不会只有Unix或是Linux 在这个时候你会使用Samba 那Samba使用的时机呢 就是区网中视窗系统的档案 以及印表机的分享 简单的说 如果你的档案分享是 分享给Linux 分享给Windows用户 那Windows用户在不晓得 什么是Linux的状况下 你让他使用到这种分享 这个对于你的系统中的安全 内网里面的安全性来说是非常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有很多的病毒 是透过Windows的档案分享 也就是所谓的视窗的档案资料夹以及 印表机分享的方法在区域网络中间传播 如果你的所有的客户端或是所有的分享的伺服器都是用Windows来构成的话 这些Windows的伺服器或这些Windows的机器很可能受不了病毒的攻击或是广播而造成整个区网沦陷的状况 你会需要使用Linux来进行抵挡或者是替代你的Windows伺服器 带你的Windows伺服器挂掉以后 你可能会希望有一个比较坚固 比较不会受到病毒干扰的一种伺服器 这个时候上把就出场了 所以很多的公司里面的网管的角色 有时候你不要跟人家明说这是一台Linux 通常他们用到Linux的系统的最前面或最早的时候 就是用上把 在他们不知不觉之间就可以将Linux渗透进入公司的网络中 所以上把的分享 他可以对Windows视窗的那种广播性的那种病毒无感的这种做法 或这种状况这种情况 对网管人员在使用Linux在这个区域网络中部署的时候 是有很多很多的好处的 那所以使用的时机 我想应该在这个地方能够很完整的跟你表达 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因为大家都不晓得这三个档案服务该怎么放比较好 那其他的每个公司的一些管理制度啊 或者是你们使用上的考虑就必须要靠你们自己来达成 所以我在这边只是先提点一下 你什么时候该使用FTP 你什么时候可以有NFS 但是NFS跟Samba多半都只是在区域网中运用 我们当然不会希望你 当然不会希望你 在区域网络里面使用 使用使用使用 使用在网绩网上面使用NFS或是Samba 因为那先天来说 他们的协定就不适合在网绩网上面出现 所以在这两个本来就是在区域网上做的 当然有一些范例里面有些地方他们NFS伺服器会在网绩网上分享 那需要相当多的勇气跟时座的经验会比较好 那我们在讲到Samba之前 我们必须要先熟悉一个协定 这个协定叫做NetBIOS NetBIOS的原名叫做Network 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 它就好像是在网络上面的一个输入输出系统 但事实上他讲的是一个代称 他们在1983年由Sightech的公司建立 开发出来 IBM带到市场上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任他的时候都会叫IBM 但事实上它是后面有另外一间公司在制作这个协定 那么他们这个协定的当时的年代 别忘你看这个年代叫83年85年 当时主要的网络都是以区域网络为主 那么在区域网络的结构上面 他们不会考虑在网络网络上面的运行 但是NetBIOS成功的地方也在于 它可以在一个区域网络内 它是无法路由的一种协定 但是因为它可以在TCPIP上面执行 所以也造就了一种很有趣的状况就是 它是TCPIP支持之上的一个应用程式协定 这种应用程式协定的好处是 它可以利用TCPIP的方式或是IP的路由 让它的服务风暴去透过IP进行路由 而达到网络网络上的区域网的部分 换句话说 在这个时候我们在使用TCPIP的过程中 我们就可以透过TCPIP其上的应用程的应用 来使用NetBIOS 它的主要的服务有三类 第一种叫做Name Service 所谓的名称注册 名称解析的这种服务 然后它大量的使用广播的系统 也就是在区域网络里面会造成很多的广播 它的制作的原意本来就是一个 不超过30个节点的区网 这跟我们现在在区网上的配置 还相当符合这个要求 我们在区网配置的时候 我们总是跟你说 一个区网不要超过30个以上 或像是50个这样子已经蛮挤了 尤其在现在大家网络的需求都高的状况下 所以当你去在区网里面分区段的时候 你就要小心不要超过30个 30个也许是一个点 那当然要看你们网络使用的状况来决定 到底你们适合几个节点 然后接着 第二个服务叫做Data Grant Distribution Service 它是一种测试除错的一种协定 它用的是UDP协定 它并不是用这个来传资料 实际传资料 这是解析身份 解析应该讲解析主机的位置 接着测试 接着这才是实际传资料用的协定 叫做139TCP 所以你要记得这三个Port 等一下我们在做防火墙的时候 都会用到它 我们的防火墙会是故意不通的 那我们就要把它弄通 这个叫做Session Service 实际上在传输资料的时候用的 那我们如果象征性的 用这个方法跟你说一下 所谓的Net BIOS 最基本的一种状态 就是类似网络方言的状态 首先先看左下角 左下角这个地方 我要先跟你提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的Net BIOS Net BIOS是架构在TCPIP之上的 它是一种应用层协定 所以它并不会管底下的实体层 以及你的TCPIP的IP网是如何 它的名称解析的过程 发生在两个角色上 第一个角色 比如说这台电脑是Mike Mike的电脑 它担任这个工作群组 好熟悉的名字 对 它就是所谓的 网络方理里面的工作群组的定义 那网方里面的工作群组里面呢 比如说今天我把工作群组名称设为Sales Net BIOS Name 这就是所谓的当时Windows9598上面的主机名称 我把主机名称设为Mike 那这个时候 如果Mike担任了这个工作群组的老大 就是负责名称解析跟名称服务的这台电脑 它就称之为Local Master 这个Local Master 这台电脑会去保留一个档案 它叫做Local Master Hostess 这个档案的目的 它的目的是在截取 或是在登记所有进来 加进来的同一个群组的主机 所以你要看 这边有两个人 比如说这个人是Jack 这个人是Susan 当Jack开启window登入 或者是开启window进入 不一定是登入 进入了工作群组 他就会注册 他会跟Mike注册说 我叫做Jack 我的IP位置是多少 Susan进来的时候也会跟Mike登记 我叫做Susan 我的IP位置是多少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档案的目的就是在登记群组内 同一群组内的不同的电脑名称 以及他们的IP位置 当Jack打开工作群组 他就会看到他自己 还有Susan 还有Mike 如果Jack需要跟Susan连线 Jack想要看一下Susan的电脑里面 有什么分享目录 杰克在动作上会按Susan的电脑两下 按两下之后 杰克就会广播问 这边的老大是谁 老大请告诉我 Susan这台电脑的IP位置是多少 这个时候 Mike就把Susan的IP位置交给杰克 杰克透过ARP去找到Susan的Mac位置 所以这个时候杰克透过名称解析 也就是解析什么 解析NetBiosName 将Susan的名字 透过Mike的帮助解析成IP位置 Mike杰克才能够透过IP 去找到Susan的Mike位置 来包装以太网络风包 所以你看到这里是一个 包装一层 再包装IP 再包装成以太网络的状况 所以这里我需要先跟你说的这件事情就是 它是一种应用程协定架构在TCPIP的网络上 NetBios的特性就是如此 它让我们可以透过简单的一种这种过程 不需要去记复杂的邻居的名称 我说这叫做Jack 这叫做Susan 我都可以很轻松的能够找到或了解 这台电脑是谁 并且NetBios也进行网络上面的印表机的分享 我们稍后再来继续谈 好 我们可以先休息一下 稍后继续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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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